大家好,水煮荷包蛋这个做法真的是太牛了 不散花也五百末,个个都是圆溜溜的,一个都不散 今天就把方法和诀窍分享给大家 先来准备散个鸡蛋,清洗干净 做荷包蛋,首要的因素 鸡蛋我们一定要选这种新鲜的 新鲜的煮出来的荷包蛋才圆,不易散 煮之前,我们先来烧一锅开水 水要足,能没过鸡蛋即可 调一个汤底,香菜,少许食盐,适量的生抽 再来点芝麻香油,提味增香 最后再放点虾皮,补盖油提鲜 现在我们锅中的水烧开之后 给它先盛出来两勺 趁热给它浇在鸡蛋上面 提前把蛋壳预热一下 让内部和蛋壳接触的蛋白发生凝固反应 这样回头一会儿下锅时就不会出现大量的白沫子了 烫个十来秒之后 咱们再把鸡蛋慢慢的给它打进锅里面 注意,这时候的水是没有加热的状态 等鸡蛋全部下锅以后,我们再加热 下锅以后,开中火给它慢慢的加热 等待一会儿,荷包蛋凝固定型 如果你喜欢吃嫩一点的荷包蛋 约一分半钟左右就可以了 咱们这样煮的荷包蛋,它不仅不散 而且每一个都是圆溜溜的 像工作比较忙的朋友 早餐如果没有时间做 来几个荷包蛋也是挺不错的 我这个煮好之后,它是糖芯的 如果大家喜欢吃老一点的,可以多煮一会儿 这个就根据大家的喜好来吧 好了,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关注,加留言哦 谢谢大家,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 我们下期再见